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这些症状 我们就要及时来医院就诊 到医院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检查 比如说我们最主要是查甲公 就是甲权功能 包括T3 T4 包括TSH 甚至包括TLAB等等 我们要进行查这些 同时我们还要进行鉴别诊断 就是你这个甲抗 到底甲权本身的问题 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疾病引起的甲抗 还是有一些那种一国性的甲抗 所以我们要进行鉴别 就是我们要把血层 包括血肠规 甲公等等 就一并都要进行检查 它们就要进行再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它们就好 想要进行ré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